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魔幻美剧《魔界奇坦》第四集的第五到六集 好看的皮囊千片一绿,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该语来源于王尔德的小说《盗林格雷的画像》 表示不要过多地追逐人的外在,内在美才最有价值,也最值得珍惜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外在,也有谁会有兴趣了解你的内在呢? 欢迎来到《哭了个的地窖》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内在美的小故事 《荣耀之夜》 咪咪是一位广告演员,这天她为香水广告做了试镜 导演对她的表现非常满意,只愿她一定能够拿到这个角色 然而没过几天,咪咪就从经纪人拿到消息 角色的最终人选是她的室友 咪咪非常生气,这到手的角色怎么就突然换人了呢? 一定是室友那个骚货被导演给睡了 不管经纪人如何解释,她就是认定了室友是个靠身体上位的表获 回到家的咪咪对室友大发雷霆 事实上室友对自己入选的事情并不知情 咪咪想叫室友赶走,可这房子还是室友的 人家没把她扫地出门已经很客气了 室友长得漂亮,广告角色接到手软 现在还有选美比赛邀请她 想想就好气哦 咪咪打开了卫生间的药柜 一阵手忙搅乱之后,她拿起了画着骷髅的药瓶 打算把室友迷晕 她假意向室友道歉 单纯的室友不知有诈 端起下了药的茶杯印而尽 当即倒在床上不省人事 咪咪偷走了选美比赛的推荐信 打算代替室友去选美 嘴里嘟嚷着 等你一觉睡醒,我就是比赛的冠军了 哪知道她下错了药 直接把室友给毒死了 咪咪试着为室友做急救 世界无果后,她又伪造了遗书 制造了室友生活不顺,易于自杀的假象 误杀室友并未让咪咪感到一丝内疚 她带着室友的推荐信 找到了选美比赛的主持人 主持人答应,冠军非她莫属 二人的对话被另一位选手安娜听了一清二楚 安娜来到了化妆间 大骂咪咪不要脸 竟然不惜用潜规则上位 说白了,就是陪睡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同咪咪一样 弱者总是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主持人告诉咪咪 他们的比赛不看外在 而是要挖掘内在美 赛场上,咪咪作为压折出场 主持人提问 你做过最内疚的事情是什么 咪咪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内疚的事情 因为她做事从不后悔 这言下之意就是从来没有为 室友的死感到过愧疚 中场休息时 咪咪发现主持人与安娜在一旁鬼鬼祟祟 主持人撕掉了咪咪的推荐信 表示她再也不是内定的冠军了 咪咪知道一定是安娜搞的鬼 她质问安娜 用了什么下三乱的手段 抢走了自己的冠军 安娜却淡淡地说道 你这蠢女人脑子里除了赔睡上位 就没别的东西了吗 原来安娜威胁主持人 要找媒体曝光这个比赛的潜规则 主持人为了稀释宁人 只能将原来的内定冠军给了安娜 咪咪一气之下竟掏出绳子勒死了安娜 哈哈哈哈 现在挡到的都死了 这冠军非老娘莫属了吧 她藏起了安娜的尸体 主持人找不到安娜 便再次想咪咪抛出了橄榄枝 咪咪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冠军专用的化妆室 这里并不像她期待的那般豪华 化妆师抽着眼淡淡地说道 咪咪对粗暴的化妆师非常不满意 却不想主持人拿着一支麻药 慢悠悠地走上前 他们按住了安娜 强行给她注射了药剂 你马上就会看上去很美了 亲爱的 咪咪惨叫着挣扎着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大家好 我是咪咪 万万没想到 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冠军 只不过她被开膛破度做成了人体标本 原来这场选美比赛的主办方以及观众都是一些有钱的变态 而他们所追求的内在美指的就是美女的内脏 上天给了咪咪两次置身世外的机会 可她非要赶着去死 这能怪谁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女主咪咪的扮演者是美国著名演员咪咪罗杰斯 她是汤姆·汉克斯的前妻 同时也曾在X胆第六季中扮演穆德的前女友 话说这室友看起来也很面熟啊 有小伙伴能在评论区告诉我她是谁吗 本集导演斯蒂芬·霍普金斯 代表作品《猛鬼街舞》 《谎言街四部曲》 《加州迷情》第一季 而加州迷情的男主正是X胆的男主 穆德的扮演者大卫杜楚尼 没看过这部剧的可以去感受一下画风 X胆完结之后 帅气的穆德就开始控制不住的放飞自我 每天早上醒来身边都是不同的女人 真是感到 咦 还有点小激动呢 欢迎回到《哭了个的地窖》 可罗曾在X胆第二季第二十四集中 说了一个食人族小镇的故事 整个小镇的居民都靠吃人获得永久的生命 当然作为一名食人族也有感染软病毒的风险 感染者将会在痴呆中痛苦死去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顶级美食计划 这是一个杀人犯培养一批重口味食客的故事 店老板经营着一家只卖鱿鱼的餐厅 由于食材单一 小店的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任无可忍的妻子提刀砍向老板 老板却说这把刀是用稀有金属打造的 现在厂价已经停产 非常宝贵 一旁的店员小哥提议 为什么老板一定要这么执着只卖鱿鱼呢 闭嘴好好扫你的地 小镇警长是店里的常客 可日复一日的鱿鱼也让他不胜其烦 看来老板真的该考虑换菜单了 这天夜里 老板娘为店员小哥送来了店里剩下的鱿鱼 店员暗恋老板娘已久 他劝说老板娘离开丈夫与他一起远走高飞 老板娘客气地掏出了包里的枪 这言下之意就是劝店员管好自己就行 鱿鱼身影一天比一天差 老板已经三个月没有上交房租了 房东气势汹汹地向店老板讨债 言语间竟是挖苦和讽刺 店老板一时没忍住与房东吵吵了起来 一气之下竟拿刀划伤了房东的手 二人的争执恰好被舍在店外的店员小哥看到 焦头烂额的店老板回到家中 他希望妻子能够再拿点钱出来志愿他的餐厅 可妻子无奈地表示 他们已经负债累累 很快将要流落街头 就在店铺濒临倒闭之际 妻子竟然发现冰箱里多了几块牛排 店员小哥说自己联系到了一家供货商 这牛排正是供货商提供的 就在妻子烹饪牛排的间隙 小镇警长告诉二人 今天早上接到了报案 他们的房东失踪了 现场血迹斑斑 但是并没有找到房东的尸体 牛排的香味吸引来了更多的时刻 挑剔的警长也对烹饪好的牛排赞不绝口 随着外面的时刻越来越多 牛排很快就不够用了 后厨的小哥当着店老板的面打开了冰柜 里面正挂着房东的尸体 他娴熟地从房东身上切下了一块肉 老板吓坏了 卧槽 原来是你杀了房东 小哥淡定地说道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想赚钱就必须要够狠毒 眼看着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连妻子也对牛排的味道赞不绝口 老板想去报警 可店员小哥却警告他 那天不止一个人看到老板与房东争执 倘若报警 那么店老板将会被列为头号嫌疑人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以后小哥提供食材 老板负责烹饪 挣的钱一人一半 美滋滋啊美滋滋 但这件事必须要瞒着妻子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食客们在店外排起了长队 三人就这样赚得拨满盆满 这日子过得到也一直相爱无事 直到来用餐的警长告诉他们 警方在房东失踪现场遗留的血迹中 检验出了一种特殊的合金 合金来自于一家已经停产的特制刀具 听到这里店老板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这种金属正是来自于自己的切肉刀 看来警方很快就会查到自己 妻子对丈夫和店员的邪恶勾当一无所知 还沉浸在报复的喜悦当中 倒是恶毒的店员小哥为了摆脱嫌疑 主动找到了老板娘 他开门见山 污蔑店老板一直都在杀人卖肉 并表示自己只是个无辜的知情者 全程都没有参与 还说店老板害怕事情暴露 已经偷走了他包里的枪 准备一个人自杀 老板娘打开包一看 枪果然不在了 其实偷走枪的不是别人 这是店员小哥 他一个人偷偷潜入餐厅 准备用这把枪杀死老板灭口 再将罪名都推在他的身上 可他却不知道 老板娘的枪里是从来不放子弹的 自作聪明的小哥 妄想离间夫妻俩的关系 却忘了他始终是个外人 人家才是情比金尖的两口子 于是小哥被夫妻俩联手逮住 就在这时候 小镇的警长来到了餐厅 小哥赶忙向警长求助 警长淡淡地说道 他这段日子已经对店里的牛排上瘾 现在除了牛排 什么都已经吃不下了 再加上警长很快就要退休 一直都在发愁找一份赚钱的工作 只要小哥死了 警长就能名正言顺成为餐厅的合伙人了 在警长的默许之下 小哥被按上了滚烫的铁板 成了店里最新鲜的食材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店老板的扮演者是著名影星 克里斯托弗里夫 他也是1978年至1987年间 超人的扮演者 可惜的是1995年 克里斯托弗里夫在一次七妈比赛摔伤了颈椎 导致全身瘫痪 2004年10月 克里斯托弗里夫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小年52岁 本集导演吉尔伯特·埃勒德 代表作品 魔界奇谈的衍生电影 幽冥怪谈二之青楼禁地 这片名听着就带劲啊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